接着我们看这一段 五文之 慕用赵族大破灵狐 开地千里顿逃匈奴 我听说李慕带领赵国的士兵 然后大破了灵狐 然后呢开疆拓土 赶跑了这个匈奴 这个李慕是战国末年赵国的名将 长期防守在赵国的北边 然后打败了东湖 然后降服了灵狐 使匈奴赶得很远 十余年都不敢再接近赵国的边境 灵狐呢他是匈奴的一种 匈奴的一个直线 接着汉清天下财旦利铺 这里边有个铺 铺呢本意是病的意思 这个是念铺啊 他本意是病的意思 在这里引申为疲惫啊 疲惫 也就是说汉朝呢 当时动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 却落得个财禁民窟啊 任人而已其在多乎 然后可见呢 只要用人得担啊 不再兵的多少啊 追逐贤允 贤允呢指的是这个周朝的时候驱逐贤允 贤允就是后来汉代时候的匈奴啊 北至太原既成朔方 全尸而还 北边呢达到了太原 达到了太原 然后在树方呢 住了一座城 就全军凯旋 这个树方大致在今天的俄尔多斯附近啊 只指范尾 全尸而还 那么呢 最后全军呢都归还了 尹至侧勋 和乐且贤 测勋的意思是把功劳啊 记载下来啊 因为测呢 本本义是猪片 或者木片啊 所以叫测 然后就把这功劳啊 都记载下来了 和乐且贤 就是告捷套庙 这个太庙 然后功劳呢 载入了史册 君臣之间和乐优贤 木木 弟弟 君臣之间 木木 木木的意思是和平恭敬的样子 弟弟呢 是指雍容贤雅的样子 他描写的都是人的状态啊 状态是什么呢 千贡文雅 然后大家相互 君臣之间相互尊重 秦起长城 静海为官 荼毒生灵万里诸音 那么秦朝呢 修建了万里长城 官塞呢 一直到海边 这里静海 静海就是一直到的意思 一直到海边 百姓呢 遭受了摧残 万里长城啊 沾满了血迹 所以叫万里诸音 朱音嘛 就是这个血的颜色嘛 音就是红嘛 红色嘛 万里长城沾满了血迹啊 汉籍匈奴 虽得阴山 枕还遍野 功不补患啊 意思是说 汉朝进攻匈奴的时候 虽然获得了阴山 但是呢 尸体堆满了山谷 他的攻击啊 毕竟还抵不上 他带来的这些祸患 从这段可以看出来 作者呢 是很反对战争的啊 好 接着往下看 苍苍真名 谁无父母 这个真名的意思呢 就是众多的百姓啊 苍苍呢 指的是青黑色 主要是指 这里指头发啊 主要指头发 那么这些普通的百姓 谁没有父母呢 意思说 这些打仗的士兵 谁没有父母呢 提携 捧腹 为其不受 然后牵着拉着 抱着背着 生怕他们的命怎么样 不长寿啊 这就是讲到的父母 普通父母对孩子的这个 的这种 来自于内心深处的这种爱啊 谁无兄弟 如足如手 谁无夫妇 如兵如勇 生 生也何恩 杀 杀之何揪 再的意思就是说啊 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这个灾难 谁没有兄弟呢 就像手足一样亲近 谁没有夫妇呢 相敬如宾 相好如有 当他活着受了什么恩 然后杀死他 又是犯了什么罪了 就是说他们死的都很无辜啊 其存其母 家莫闻之 他们的生和死家里的人 一点都不知道 人或有言 将信将疑 有人说起的时候呢 也是将信将疑啊 涓涓心目 寝媚见智 涓涓指的是忧闷的样子 忧郁的样子啊 然后因为家里人去打仗嘛啊 那么在家的那些亲人就很忧 就很忧虑啊 就很忧虑 就非常忧虑啊 涓涓心寝 这个寝媚见智啊 寝媚见智 指的是这个 睡梦里边都会经常梦见 这个出征的这个亲属 布殿青山 互望天涯 白舍祭品 布殿的意思就是把祭品都白舍向了 然后那个 然后望着远方 放声大扩 因为见不到人 天地为仇 草木七卑 天地为他们忧愁 草木为他们七楚 吊祭不至精魂合一 吊祭不到的时候 灵魂依托在哪里呢 必有凶年 人其流理 就是战后啊 必然就会有凶年 人们接着又要怎么样 四散流理啊 这个战争跟活着人和死了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哀伤 呜呼一息 实也 命也 从古如斯 可怜呢 时机不好呢 还是命运不济呢 然而从古以来都是这样子的 能有什么办法呢 为之奈何 守在四亿 只有行师仁义规划四亿 才能够让他们替天子来守卫疆域 这个最后有一个叫守在四亿 守在四亿呢 是一个典故 它来自于左传 昭公二十三年 左传当中有一句话叫 古者天子 守在四亿 这个主 这句话主要是说呢 天子要主要用仁德 要使四方归附 那么那么大家都会为天子来守卫国土 那么就没有战争的破坏了 所以这里边呢 讲了一个仁德之重要 仁德 不要动不动就 进行战争 然后把事情都诉 诉诸于武力 所以说整篇文章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这篇文章呢 就是通过对古战场的这种 比较详细的描绘 抒发了作者这种厌战 反战的情绪 就是第一个是厌讨厌战争 第二个呢是反对战争 你既然讨厌肯定是反战的 然后论述了秦汉以来的这种开边战争 开边战争 那么大规模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这种财产的损失 还有这种命运的损失 其实他从侧面来谴责这个唐王朝 穷兵独武的这样的政策 那么从写作特点上来看呢 就是他兼具聘文和这个附体的这个共同的特征 觉得但是语言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明白流畅的 比较读起来还是比较郎郎上口的 所以说这些古文呢都已经类似于诗了 类似于诗了 你看个句子写得非常的整齐 然后把这种感情抒发的非常的到位 这一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